加赖亮走出阴影 李小璐母亲说出事情 虽然现在娱乐圈里大家觉得比较混乱 因为有很多的明星经常是分分合合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传出很多明星们之间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说 在这里还是有很多非常恩爱的夫妻 比如我们的孙丽和邓超 还有张杰谢娜 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令人羡慕 而除了他们 其实还有一对 就是加乃亮和李小璐 其实他们之前的生活也非常的幸福 经常会晒出他们之间的照片 但是后来因为李小璐这里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给大家一种灰尘尘的感觉 而且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一起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尤其是加乃亮之前的时候 经常会晒出一些照片 但是现在他们一家人同框的照片非常少 有很多人都觉得也许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伤害 我们不得不说 加乃亮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不管当初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总会给他带来一些伤害 但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他选择让这件事情过去 现在继续保持好这个幸福的家庭 可见他是多么的爱 这个家庭 如果这个家庭真的出现了一些裂痕 肯定会对他的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 其实经过这件事之后 大家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甚至还影响到了他的家人们 尤其是天使 前段时间的时候 有人说甜心告诉加乃亮 妈妈经常会自己躲在那里偷偷的哭 所以当加乃亮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内心也非常的懊悔 但是想要改变现在的现状 就需要一些时间 虽然最近大家都说 加乃亮不像以前那样 经常会晒一些照片 但是他并没有消失在大家的眼前 而是忙于拍摄自己的新戏 而且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的挑战非常大 饰演的是一位军人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 可以看出加乃亮已经慢慢的忘记这件事情 因为在剧组的时候 和导演还有说有笑的聊天 心情不错 虽然也有很多人说 现在他们一家子也经常不同况 但其实李小璐一直在陪着甜心 虽然有很多人都在传谣言 认为他们两个人已经离了婚 但是他们两个人 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 没有站出来说明这件事情 但是李小璐的母亲一句话 却让这个谣言不公自破 他表示他们夫妻两个人 正在为二胎做准备 其实从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也能看出来 加乃亮在里面说终于等到你 也许这个你指的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为什么他现在不经常的晒自己的照片呢 也许是因为他因为忙于拍摄 所以没有时间再出来和大家见面 我想说 不管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 他们现在还有甜心在 所以应该好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我打赞 不思认